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立法會辯論這個彈劾林鄭的議案 當中有很多發言都是相當精彩的 我們集中看看建制派 有哪些人的質素是說得好些 有哪些人是歪理連篇的 民主派的大家就上網看了 我們看看這些建制派到底怎麼說 首先說一個質素比較高 可以說是建制派的清傳 起碼他認自己是保皇的 這個就是石禮謙 雖然他最終在這個彈劾議案投了反對票 但是我們會理解的 因為石禮謙一早說明他是一個忠誠的建制派 如果叫到的話就一定要跟回大隊 但是你聽聽他的講話的內容 其實是比較高質的 你對比起蔣麗雲 陳健波那些人來講 你聽聽他說的 第一件事他就說市民已經用腳投票 用腳投票就是走人 教腳 他就舉例 很多市民開始把自己的資產和資金撤離香港 甚至是開立新加坡的離岸戶口 那些個案好像雨後春筍那麼多 而且有很多中產的家長索性就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外國讀書 為什麼呢 就不想被他捲入這些政治風暴當中 石禮謙還說到他以為九七之後不會重演這些情況 誰不知如今正在發生 令他相當之失望 是不是 而且他也沒有歸咎到教育制度 大家如果聽聽其他建制派保皇黨的發言 他們很大程度上就抵賴那些教師 說他們是黃絲 反中 港獨 在教材上批評 石禮謙就說到一件事 是跟他們截然不同 而且唯一一個我聽得到 是建制派的議員說 香港的教育制度是沒有出問題的 石禮謙怎麼說呢 有問題的是哪些人 是特區政府官員和議會 他還認為市民在今次區選當中 已經是表達出清晰和響亮的聲音 叮囑特區政府要從中學習和教訓 而且他還說 在昨天張建宗大師長的發言當中 絲毫看不出他有半點在聆聽市民的聲音 他只是說 過去的六個月我們不停說 但是政府就充以不問 你看得到特區政府的態度 就是你有你講 他有他自己講 但是聽不到市民的訴求 如果聽到的話 6月9日100萬人大遊行就已經撤回了 撤回了就不會好像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局勢 而他還表明是支持全面和透徹的調查 以及是政府高層行政會議的改組 這些就被人看得到 石禮謙雖然來說他要跟回大隊 跟回保皇黨 來反對這個談題的議案 但是 他起碼很清晰地表達到 起碼部分市民的訴求和聲音 他是有發揮出來 就不像是大佬 你在不停毀過於人 在抵賴教師 抵賴教育制度 其實根本上我們的中學生 我們的大學生 就是非常之聰明 就是非常之清晰 非常之有獨立思考 非常之有批判思考 就不是被人洗腦 正正就是因為 你這班傢伙洗不了他們的腦 他們才出來反抗 不要只是賭果為恩 不要硬來 然後看看李慧琼的質素 是完全比下去的 民建聯的主席 他怎麼說呢 首先他就是想跟特區政府割蓆 通過這個發言 為什麼呢 因為未來那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還有十個月左右就舉行了 他不跟這個難度臭化的特區政府割蓆 他怎麼在下一屆的選舉當中止血呢 所以他就不停地說 首先他就說 其實建制派的選民 對於特區政府的施政 都是非常之不滿意的 在這裏已經什麼都說了 明明投得你票的就是支持特區政府的 不支持特區政府投你把屁 接著他就將這個責任 全數推卸給現屆的林鄭政府 而且就掃湊特區政府 硬掃他們的不時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我們沒有跟這個特區政府打龍通 因為政府是完全沒有跟民建聯溝通的 是早一天才獲知會 特區政府會用逃犯條例的形式去處理陳同佳的事件 那你相信不相信 反正我就不相信 你有你說我有我不相信 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不會相信 你作為一個政府黨 你說跟政府沒有打龍通 而且你早一天才知道 民建聯是早收三日風 爭取辦成功 你早一天才知道 你真是開玩笑 而且他還怎麼說呢 他還說 在6月的時候 如果特首要撤回 這個逃犯條例 民建聯都會支持 不過政府就沒有聽到 又在抵賴 你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你怎麼說都可以 然後他還說到 現在這個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 是被動到見步行步 上至司長下至副局長 其實根本是見不到他們 有部分是6個月 他想不到他有說過什麼 又批評這個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是怎樣 是沒有隊形 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 又說無政府狀態 這幾個字 其實這幾個字 在張建宗大師長發言的時候就說過 你們不覺得羞恥嗎 鬥在特區政府幾十萬人工 然後你說這裏是無政府狀態 張建宗大師長就這樣說 你這個李慧琼大議員就這樣說 你不要忘記民建聯在這個行政會議裡頭 是有兩個行會成員的 包括葉國謙和張國均 你在做什麼 你是政府黨之中最重要的一員 有兩個行會成員 全香港只有你 他政黨有這麼厲害 你竟然在抵賴 說跟特區政府是沒有溝通的 你沒有溝通的嗎 你在裡面談什麼 你行會成員是廢的 那你不辭職 對不對 不斷出糧 張國均是三了議員 不過就來不能做了 區議員落選了 輸給陳梓維 然後又在這裡 老衛別人是弱智 你真是藍絲才能做出的 好了 現在又在這裏賴這個無政府狀態 你也有份造成的 你是政府一部份 對不對 然後他又在這裏罵了 張建宗大師長 鄭若驊大師長 李家超大局長 楊潤雄大局長 以及黃錦昇大局長 被他罵了 他說這些人有沒有幫政府說幾句話 一起帶領 整個政府來止暴制亂 跟著李慧琼就來了 其實他說那麼多話 無非都是想撐警 他就說止暴制亂的責任 現在就完全落在警察身上 問責團隊就無力聯合 這個政府來抗暴 你搞來搞去 說來講去 其實你不是要抱那幫警察 是不是 搞那麼多大龍鳳 原來現在真的是軍政府統治 林鄭的政府 民官的政府 民人的政府 你就數到他臭到爛臭化都不如 然後你就在這裏捧這幫警察 說來講去你不是也是支持那幫警察 是不是 你不是支持那幫警察 在這裏打人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說 剛剛才 你就是直接說 你說支持那幫警察 止暴制亂 是不是 去制服那些中學生 大學生 支持中大和理大的行動 為什麼你不說這些 你的心是不是這樣想 你反過來就質疑那幫林鄭 什麼局長 他不肯說這些 大佬當然不肯說 一來就有人權法 二來本身已經遺臭萬年了 你是不是想他好像秦潰那樣 整個櫃在那裡的銅像 是不是被人在那補尿 大佬 對不對 還在那裏講這些 涼血冷血 黑薄的說話 難道還 怎麼說出口 李慧琼自己也不說出口 叫人說 怎麼撐 你自己說 你要撐警察 怎麼撐法 不知所謂 然後當他的黨友 蔣大議員 蔣大議員 怎麼說呢 就說支持這個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就可以還警察清白 你有沒有問過 警察的三萬三千人 到底是不是支持你 這個 說法 鄧炳強大署長 就任這個署長 第一天就馬上出來說 反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查警察 你這個瘋子還在說這些廢話 你到底是否整固這些警察 我懷疑是 在立法會上口沒遮難 而且他還說了一件事 他說 這麼多年來 幾十年來 都沒有聽過警察在警署裏面 強姦一個人 麻煩你看看2008年的時候 11月正正是發生了一宗 旺角警署的強姦案 而同一名的警察 還被揭發 在這個旺角警署裏面 非禮了另外三個女人 這件事到底你知還是不知道 是這麼出名 這麼轟動 這麼令人發指 這麼令公眾氣憤的案件 你竟然間是忘記了 還說幾十年來 都沒有聽過 在警署裏面 強姦一個人 你不要白癡 你這個猛婆 你不要做立法會議員 對不對 這些質素 到底 你當選 如果不是靠那些老人員 票一車車 有什麼人會投你 投你那些人 我懷疑他要做這個 智商 檢測 你到底有沒有在香港生活 蔣大議員 蔣大小姐 你不應該說這些說話 雖然你在立法會說話 你是有特權法的保障 你也要說一些真實的說話才行 幾十年以來 這件事是發生在十年前 你是不是忘記得那麼快 你對於受害人公不公道 你說這句話 你也是女人 蔣麗雲 你可不可以給你一點同情心 和同理心 大佬 說這些 作為一個代議士的質素 你是完全沒有 對不對 每個月就乾豆十萬零一千元的人工 新聞都不看 資料又不去搜集 口末之下 說得出就說 這些就是香港的 即是議事廳的質素 這些就是香港的所謂議會的辯論 你是不是笑死人了 真是 麻煩你做任何事 就要什麼 有幾分證據說 幾分話之餘 你在發表主觀的評論之前 你也要基於客觀的事實 不要亂說 國際社會正在看我們香港的 全世界正在看我們香港的 天也是在看你 你說這些話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